橘子配牛奶能让人上吐下泻吗 它会采生这个结块的反应 这个人他可能未必是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在这个上吐下泻 吃五橘子心脏骤停 出现这种反应说明 它可能本身身体某些脏气 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血脂高等于血仇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一个认知 健康医生亲越看越年轻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健康医生亲 今天来到现场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急诊科 胡小医生 欢迎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谢谢 大家好 在我们看节目的同时 也要关注健康医生亲的微信公众号 随时与我们联系 大家好 我是欣盈 在我们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欢迎关注我们的健康医生亲的抖音号 和我们留言互动 感冒 发烧了 该不该捂汗 看似挺简单的问题 争论大了去了 我妈坚信发烧一定得捂汗 前一周我儿子发烧已经开始出汗了 我妈拿后背在羽绒服使劲捂 愣是把孩子体温给捂到了41度 发烧必须不能捂汗 发烧必须捂汗 我一发烧就捂打后背 蒙头大水 出身透汗 烧就能退了 发烧其实有热泥舞 热都出不去了 那不越捂越严重吗 发烧到底要不要捂汗 你在哪一边 以前呢就是我发烧的时候 我妈就说赶紧去捂点汗 汗出来了 感冒就好了 那后来呢我有了孩子之后呢 我听医生跟我说 就是说孩子发烧的时候 你不能给他捂汗 就是在屋内室温的情况之下 尽量不要给他盖太多 直播间的情况呢 大伙的说法是很统一的 都认为是要该捂的 你看这位叫做知寥寥的朋友说了 他说发烧了 你得出汗呢 才能够把身体的热量带走 这样温度才能够降下来 发烧才能好 你要不捂着 怎么能够捂出汗呢 不出汗怎么能够好呢 吴老师发烧了 该不该捂汗 你怎么看 这句话呢 说的对也不对 捂汗这个主要还要看时机 捂的对了呢 确实对我们 降体温是有帮助的 但捂的不对呢 这个时机掌握得不好呢 可能这个体温 可能就捂上去了 反而对身体不好 那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捂汗 什么时候不能捂汗呢 这个时机咱们怎么判断呢 这个我们还是得了解一下 发烧机制 本身我们发热的时候呢 是由于大脑的 这个体温调节中枢里面的 这个体温调定点上移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人体的这个产热会增加 散热会减少 我们体温就会上升 因此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热 那么它本身是有一个过程的 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发烧还有三个阶段 那除了升温降温的过程 那个是啥呀 这张图中间有一条横线 这是说发烧还有一个平台器吗 还真不知道 其实退烧之前 它是有一个平台器的 这个温度几乎是不怎么变化的 那么在第一阶段呢 我们叫体温上升期 体温调定点上移 中枢会认为这个体温是偏低的 所以这个时候呢 会有一些神经冲动发放 那么人体体内的一些激素啊 包括一些代谢啊 都会出现新的一些改变 那么这个时候产热会明显增加 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肌肉收缩 来增加产热 那么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寒债 那么这个时候人体会感觉到比较冷 所以在这一阶段呢 尤其是这个末梢的这个血管也会收缩 感觉到这个手脚病凉 在这个时期呢 适当增加15515 那么可以改善体感 可以缓解一点不适的症状 那么第二阶段呢 我们叫平台器 那么这个阶段呢 体温是会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体温点 上下小幅波动 那么这个时候呢 产热散热达到一个平衡 外周的血管也开始舒张 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平稳期 所以它不会感觉到很明显的不适 那在这个阶段 应该我们还是怕冷的吧 这个阶段会有一定的这个 未寒的感觉 但不会像第一阶段那么明显 那平台器适不适合515呢 那在这个时期呢 是实际上不太适合武汉的 因为在这个时期呢 其实体内的产热和散热 它达到了一个平衡点 如果你过度的捂汗呢 影响散热 可能反而把体温捂上去了 所有人感冒发烧 都不是体温直上再直下 都分三个阶段 就是体温上升期 平台期和下降期 感冒发烧初期 我们会感到特别冷 这是体温在上升期 这时候多盖点 无武汉可以 但到了体温平台期 人就不觉得那么冷了 这时候体内产热和散热 达到了平衡 在武汉就可能把体温越捂越高 体温下降期也好理解 就是发烧的朋友开始出汗了 这个阶段还能不能武汉 在体温下降期 一定是晒热大于产热 那么这个时候 人体主要的晒热方式 就是通过出汗 那么汗液的蒸发 可以带走大量的热量 所以这个可以促进体温 这个快速的下降 那么在体温下降期 如果你过度的捂汗 可能会影响散热 那么这个时候 你反而可能会出更多的汗 那么对于一些体质虚弱的患者来说 那可能会出现虚拖的症状 反而会不利于你这个病情的恢复 其实这个观点是不对的 因为出不出汗 其实是由人体的中枢来决定的 那么只有当这个病情 达到这个恢复期的时候 也就是说我们达到第三阶段 那么这个体温下降期的时候 那么人体是因为要散热 所以才会出汗 那么这一阶段 它出汗的目的是为带走热量 那么如果你病情 没有到这个恢复期 你即使你捂得再后 它可能也不一定出汗 那么即使你出汗了 那么可能它也只是在一个 相对高的体温点 使你的产生和散热 重新达到平衡 所以这个时候 就算你捂出汗 可能体温也不见得下来 反而你会捂得很难受 感冒引起的发烧 体温变化分三个阶段 大家其实也能感觉出来 刚发烧浑身冷 这时体温在快速上升 第二个阶段 人就不觉得那么冷了 这时体温进入了平台期 不升不降 第三个阶段 人就开始大量出汗了 体温也在下降 感冒引起的发烧 只有在最早期 人特别怕冷时 才适合捂一捂 后两个阶段 都不适合武汉 有人发烧 可能就一天就结束了 也会经历这三个阶段吗 当然这个整个发烧 不论是谁 它发烧一定会有 这三个阶段 只不过你这三个阶段的长短 包括这个磷状表现 可能有一些差异 有些人可能快一点 有些人可能慢一点 这个病程是不一样的 但总体上都会经历 这三个阶段 那胡老师比如说 我这发烧一直都没超过38度 然后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 这个三个时期 我就简单粗暴一下 我就武汗了 行不行 不论你这个临床症状是怎么样的 还是要遵循这个科学依据 那么在不同的阶段 不同的这个处理方法 并不是一味的武汗 它就会帮助你病情恢复 那我们应该在感冒发烧的时候 还应该做一些什么事 能够更有利于感冒发烧的恢复呢 这个要看这个发热程度 一般我们认为38度以下 算轻度发热 那么这个时候 主要是观察临床症状就可以了 可能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处理 但如果体温过高 比如38度5以上 那么我们认为 它可能会影响人体的内环境 尤其是免疫的代谢 可能会造成内环境纬乱 那么在这一阶段 我们可能要适当地进行退热 退热有两种方式 一种就是物理降温 那么物理降温的时候 可以冰袋或者是冰块 那么夹腋下或者腹钩 或者进行一些温水的擦拭 比如说四肢 再严重一点的时候 如果你物理降温 已经不能够保证体温下降的话 那么可以考虑口服一些推烧药 那发烧了 也不能一直在家挺着 那我什么时候应该去医院就医呢 什么时候就不用了呢 一个是体温的标准 那么一般来说38度以下 都不会有什么明显的损害 或者是太严重的这个临床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居家观察 但是如果超过38度 或者有明显的寒颤 胃寒 或者伴随有其他的一些 明显的临床表现的时候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还是及时就医的 感冒引起的发烧 该不该舞 咱们弄明白了 那有了鼻涕该不该醒呢 别觉得这个问题太简单 您看看这两件事 25岁的亨龙江人张女士 得鼻炎很多年了 鼻炎一发作 每天就要用掉一包面筋纸醒鼻子 而且张女士每次都非常用力地 两边鼻孔一起醒 有一天她习惯性地醒了鼻子后 突然两只耳朵都听不清了 总觉得闷闷的 到医院检查后发现 她得了中耳炎 医生告知她 这和她醒鼻子的动作脱不了关系 有人醒鼻涕 醒出了中耳炎 那要是不醒了 把鼻涕吸回去呢 9岁的沈阳人文文 最近因为感冒开始躺鼻涕 鼻子都醒破了 文文怕疼 就不再醒鼻子了 一有鼻涕就吸鼻子 文文妈妈发现 孩子总挠耳朵 总说耳朵疼 文文妈妈赶紧带她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 孩子得了中耳炎 这竟然和文文总吸鼻子有关系 好了 两个人 一个是醒鼻子 一个是吸鼻子 最后都成了中耳炎 这是怎么回事呢 健康一身轻 夏节更精彩 血脂高等于血仇吗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血仇就一定爱犯困 像我们这个认知 对不对呢 橘子配牛奶 能让人上吐下泻吗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导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淋浙糖无负担 减醇淋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浙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善作魂 导餐喝减醇 运动喝减醇 休闲喝减醇 淋浙糖无负担 减醇 淋浙糖酸奶 全国销量领先 怕浙糖喝减醇 君乐宝如也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一身轻 广告之后欢迎回来 大家在看我们 健康一身轻节目的同时 也可以关注我们 微信公众号 随时跟我们联系 好了 今天来到现场 是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急诊科胡小医生 欢迎胡老师 欢迎胡老师 谢谢 25岁的哼龙江人 张女士得鼻炎很多年了 鼻炎一发作 每天就要用掉 一包面筋纸醒鼻子 而且张女士 每次都非常用力地 两边鼻孔一起醒 有一天 她习惯性地 醒了鼻子后 突然两只耳朵 都听不清了 总觉得闷闷的 到医院检查后 发现她得了中耳炎 医生告知她 这和她醒鼻子的动作 脱不了关系 有人醒鼻涕 醒出了中耳炎 那要是不醒了 把鼻涕吸回去呢 9岁的沈阳人文文 最近因为感冒 开始躺鼻涕 鼻子都醒破了 文文怕疼 就不再醒鼻子了 一有鼻涕 就吸鼻子 文文妈妈发现 孩子总挠耳朵 总说耳朵疼 文文妈妈 赶紧带她去了医院 医生诊断 孩子得了中耳炎 这竟然和文文 总吸鼻子有关系 好了 两个人 一个是醒鼻子 一个是吸鼻子 最后都成了中耳炎 这是怎么回事呢 那么通过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鼻腔 其实它是通过 这个咽咕管 和这个中耳 它是相通的 那么在醒鼻子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 同时醒两个鼻孔的时候 那么鼻腔内压力 会骤然升高 那么这个时候 鼻腔内的一些分泌物 可能会通过这个咽咕管 进入到这个中耳 从而引起中耳炎 醒个鼻子 可能醒出中耳炎 可挺吓人 其实您也不用慌 可是有前提的 只有当鼻子有炎症 比如有鼻炎时 再大力的 两个鼻孔一起醒 才可能会造成中耳炎 那也就是说 醒鼻涕的时候 最好不要两个鼻孔 一块醒 是吗 是的 那我就有个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坐飞机 或者游泳的时候 有的时候你会觉得 这个耳朵闷闷的 那一般情况之下 我就会捏住鼻子 然后使劲鼓塞帮子 就感觉上 好像有把这个两个耳朵 冲开这样的感觉 那这样的话 会有危险吗 一般情况下 是没有危险的 因为这个动作 其实平衡鼻膜内外的压力 有的时候那个央管 它可能是不太通畅 那么通过这个动作 使空气进入到这个央管 从而使这个鼻膜 两侧的压力平衡 就是缓解我们这个耳部的不适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你这个鼻腔内 并没有过多的 这个严性分泌物的话 它可能也不会有什么反应 但是如果这个阶段 你那个鼻腔内 有比较多的 这个严重分泌物 或者是严重反应 比较重的话 那么可能会把一部分 细菌微生物 或者一些严性的液体 带到这个中耳里 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会诱发中耳炎 文文一有鼻涕就吸鼻子 文文妈妈发现 孩子总挠耳朵 总说耳朵疼 医生诊断 孩子得了中耳炎 这竟然和文文总吸鼻子有关系 也跟咽咕咕咕有关系吗 对 这个其实跟那个道理差不多 你在吸鼻子的时候 那么这个产生负压 那么可能会有一部分 严性的液体 就进入到这个咽咕咕咕里边 保持这个中耳炎 吸鼻子你也一样 都是在鼻子有炎症时 才可能引起中耳炎 你也别太紧张 但话说回来 有鼻炎的人可不少 这些朋友流鼻涕了 该咋办呢 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很好解决 第一个就是我们 最好不要两个鼻孔一起醒 那么这个时候 你鼻腔的压力太高了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轮流醒 这两个鼻孔 那么这个时候 你压力可能不会那么高 你不会有过多的 这个炎性戒指 进入到这个咽咕咕里 或者是我们可以采用 其他方法 比如清水清洗 什么这个方法 可能更好一点 春节期间 砂糖菊上了热搜 您瞅瞅 就这个 没有一袋砂糖菊 能过夜 不少朋友都说 这说的就是我的事 吃橘子的季节 估计大伙都没少炫吧 有人吃得开心 磕也有人吃得 上吐下泻 甚至差点要了命 吃了十几个橘子 喝了两杯牛奶 两三个小时吧 然后就开始吐 当时感觉没什么 十一点就越来越严重 我受了医生 都先查了血 然后开了止吐的事 然后又打了吊瓶 第二天就好 还有一位朋友 没吃几个橘子 可后果更严重 前不久 湖北武汉 44岁的蒋先生 吃下了五个橘子 之后晕倒在地 被紧急送往医院 诊断结果为尿毒症 高甲血症 随时可能引发心脏骤停 幸好经过及时的血液透析 降血脚等抢救治疗 蒋先生最终转危为安 吃个橘子咋给人整不会了 多吃了几个橘子 或者是配着牛奶吃橘子 这有可能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怎么就有人吃出问题了 我们先说说 橘子和牛奶一起吃 是上吐下泻进了急诊 我们直播间分为两派 一派认为吃橘子 再喝牛奶 其实没事 自己也这么试过 没出什么问题 还有的就认为 这两者不能够同时吃 吃了容易结块 到底哪种说法对呢 关于橘子和牛奶的事 我们在厂外做了个试验 我们一起去看一下 我们往这个橘子之里 倒牛奶再试试 真的有一些 橘子和牛奶结合在一起 为什么会结块呢 这个是因为橘子本身 它是一个酸性物质 那么它皮育值在三到四之间 那么牛奶它里面富含有大量蛋白质 那么蛋白质预酸的时候 它会产生蛋白质变性 因此它会产生结块的反应 那这是牛奶配橘子上吐下泻的原因吗 我就感觉好像不太对劲呢 因为橘子是酸性的吧 那胃酸它不也是强酸吗 就算我不吃橘子 我只是喝了牛奶 然后我进到胃里了 它不也得结块吗 对 主持人说这个非常对 因为我们的胃酸其实属于强酸 它皮育值在0.9到1.5之间 它的酸性要比橘子要强多了 所以在牛奶 就是到胃内一定是会出现变性结块 这么一个反应 所以我认为这个人 他可能未必是 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在上面下泻 那么他可能反而要考虑一下 这个食物本身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比如这个橘子放时间长了 发霉了 或者是这个牛奶不是很新鲜 或者是它是不是吃得过急过快 或者是食物本身太凉 然后有一些这个没想到反应 这位橘子配牛奶这个 看来不是搭配的事 那接下来看蒋先生 吃五个橘子心脏骤停 这是怎么回事呢 蒋先生一口气吃下了五个橘子 之后晕倒在地 诊断结果为尿毒症 高甲血症 随时可能引发心脏骤停 五个橘子虽然说 薛微有点多吧 但是吃完了也不至于就晕呢 这朋友是不是身体 原来就有点什么问题啊 是的 一般正常人 吃橘子它不会出现这种反应呢 那么出现这种反应 说明它可能本身身体 某些脏器可能就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了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后续的新闻里边的细节介绍 原来蒋先生有肾炎 而且肾功能已经出现了 明显下降的情况 它有肾炎 肾炎吃了几个橘子 就能导致这么严重的后果 单纯的肾炎可能未必有这么严重的后果 那么肾炎它是一个临床疾病 我们更关心的是患者的肾功能怎么样 有些患者他有肾炎的时候肾功能仍然可以保持到正常 那么这个时候他吃橘子可能没有那么大反 但对于一些中末期肾病 尤其是已经达到尿症的程度的患者来说 那么他的体内的离子代谢 尤其是钾的代谢 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问题 他可能没法把这个钾排除到体外 那么这个时候会在体内取疾 而橘子恰好它是有一个富含钾的这么一个水果 那么这个时候你摄入这个橘子之后 可能会引起钾在体内的取疾 那么高加血症最严重的临床反应 就是这个心脏骤停 那这么说的话 如果是功能不全的这样的朋友 他对于这个含钾高的这个水果和食物 他都得要注意 是的 没错 那么很多这个水果和食物当中 它钾的含量是比较高的 比如说橘子 牛油果 香蕉 那么还有一些这含产品 那么它的这个含钾量都是比较高的 那么对于肾功能不好的患者 那么这份食品是要减少摄入的 我们互动群有不少的朋友说 说橘子吃多了之后这个手容易发黄 那是不是说身体健康没有毛病的朋友 平时这个橘子也不要吃得太多呢 没错 这个橘子吃多了 确实是容易出现皮肤发黄的问题 这主要是由于这个橘子当中 它含有大量的胡萝卜素 那么如果你摄入过多的话 那么这胡萝卜素进入血液当中 那么可能会出现皮肤黄染的问题 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胡萝卜素 它本身对人体并没有什么害处 因此呢就是过一段时间 等它淡血掉了 那么这个皮肤黄染的问题 它自然就会解决 就不用太担心 这一回咱们知道了 橘子该咋吃咋吃 就是别探贪多 接下来要说这件事 不少人也都是这么认为的 你是血糖 血糖还是 血脂 但是我血流得特别慢 慢 因为血脂高 酸味吧 对 我上次去抽血 胡子抽不出来 它要挤 它就这样 说到血脂高有个特点 就是血特别粘稠 就引出了另外一个 关注度很高的话题 就是血脂高等于血酸吗 广告之后 咱们跟赵老师 好好讨论这个事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易申请 什么是甲抗复发 甲抗复发是指甲抗 在完全缓解停药半年以后 出现的病情反复的情况 主要发生在第一年 三年以后 这明显的减少 为了减少复发 复查出甲状腺激素 收抵抗体的低度下降 或者转移 是甲抗逐步停药的参考指标 沈阳国医甲状腺医院 提示您关爱甲状腺健康 正在播出的是 健康易申请 好 健康易申请 越看越年轻 今天来到现场 为大家科普靠谱常识的 是我们的老朋友 来自中国医科大学 附属圣经医院 神经内科主任医师 赵东雪医生 欢迎赵老师 欢迎赵老师 大家好 因为血脂高 就是猴是吧 好多朋友觉得 血脂高和血仇 是相等的关系 血仇和血脂高 相当于可能是半生的 血仇就是血脂高的别名 真的是这样吗 赵老师要给大家画个图 血仇应该是个大概念 它包含了血脂高 但是像血脂高的人 一定会血仇 但血仇的人 就不一定血脂高 赵老师 我这么分析对不对 你分析得太对了 的确是这样的一种关系 我们说血仇 是一个更大范围的 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简单地讲 能够引起血仇的原因 大概分成这样的几个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说的 血液里边有什么 有血细胞 如果血细胞的成分太多了 血也会稠的 常见的血细胞 比如有白细胞 有血小瓣 甚至于还有红细胞 我们有很多的血液病 可能就会导致它 血液里边的红细胞多了 白细胞多了 血小瓣多了 那么它也会产生血抽 除了血细胞之外 在我们的血浆里边 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物质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血脂 比如我们血浆里 还会有很多的纤维蛋白源 还会有很多其他的成分 那么血浆里边的 这些成分高了 也会产生一个血粘的 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的人 是血管的因素 他有问题 比如说它的血液的成分 它都在血管里 如果你的管道太细了 或者你的管道的 这个变形能力比较差 那么它也会导致 我们这个血粘的 这个程度增加 所以我们看到 能够引起血粘的因素 有那么多 那么血脂异常 它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 明白了 那是不是血糖高 也会受过 当然了 血糖就是我们血浆当中的 另外一种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成分 所以如果血糖 高到了一定程度 它也会增加我们血液的 一个粘质度的 王子毅呢 血脂高 他说自己的血粘稠 不好往外抽 这个说法应该是对的吧 血粘稠倒不至于到 就是不好往外抽的 这种程度 那得粘到什么程度 那我们说 血粘稠正常也是有化验的 我们把这个指标送去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检验 检验它的一个粘质度 但是一般来讲 其实是达到乳米血的程度 也不至于说在我们抽出来的时候 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感觉 这个血液的流动性 一般来讲肉眼是看不到 有多大的一个差距的 我觉得我和它有一个共同点 都认为这个血绸呢 就一定爱犯困 像我们这个认知 对不对呢 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大夫啊 我就爱困呢 给我厌厌 我是不是血粘 那当然你想 你的血液的成分比较多 血液比较粘稠 那它的流动性就会比较差 流动性比较差 它像我们的脑组织 供血啊 供养的能力 就会相对的就会减弱 所以一定会影响到脑供血 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症状 比如有的人就会困啊 就会迷惑啊 就会不清醒啊 那么这些有可能是 我们说血粘稠的一个症状 发烧了 简单粗暴 直接捂汗 捂汗也得看时机 捂错时机 容易耽误病情 醒错鼻子 吸回鼻涕 都可能得中耳炎 鼻子耳朵嘴都相通 醒鼻子 最好不要两个鼻孔一起醒 吸鼻涕可万万不行 橘子配牛奶 能让人上吐下泻吗 这个说法呢 就不太靠谱了 但对于有严重肾病的患者呢 吃橘子还是要小心的 提示大家关注 健康益生经的公众号和抖音号 上面有更多的健康的信息 跟各位一起来分享 大家有健康诉求的话 也可以私信留言给我们 我们将协同医生伙伴 为大家来解决问题 健康益生经